常年七十六,周六双数年,耶类米亚先知书第七章第一到十一节, 玛窦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到三十节, 小德兰福传之友,曾庆祷神父读经反省, 2024年7月27日,耶稣基督,耶类米亚谴责犹太人的迷信行为, 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有耶路撒冷圣殿在, 天主一定要降福他们,不论他们做好做坏, 而且事实上,他们常常做坏, 这有耶路撒冷圣殿万世族的心态, 表现在他们念福语一样的重复念, 这是上主的圣殿,上主的圣殿,上主的圣殿, 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迷信的行为, 我们可能会说只要我念了某些经文, 我就保证可以进天堂等等, 不是说念这些经文不好, 而是说有口无心的念, 没有善良正直的生活来做这个新的基础, 这个念是没有用的迷信, 我们要避免烧一炷香,就得恩惠一个, 烧两炷香,就得恩惠一双的迷信, 我们要知道天主是我们的慈父慈母, 不是贩卖机, 贩卖机是一个利益的关系, 慈父母是爱的关系, 爱是不能用金钱物质买的, 爱是不求回报的给予, 而且爱是有正直善良的行为的, 天主给我们的一切恩惠是由于爱我们, 我们千万不要用假情假义收买天主, 真情真义和假情假义在事实不容易分辨, 好像麦子和游子, 但在最后审判时, 麦子会被分在右边, 游子在左边, 福音读经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